澳門連鎖加盟商會主席黃仁文一行 4月6日上午到訪澳門有線電視荷蘭月總部 澳門有線電視董事局主席林潤煥 行政總裁林彥尼等熱情接待 雙方就澳門特色老店品牌重塑輔助計劃等 事宜進行座談討論 黃仁文首先介紹上述計劃的相關情況 該計劃包括定義、摸底、標準、評定、措施、執行、 宣傳、傳承等8個步驟 我們的步驟是分拔過的 我們有定義幾百年歷史的澳門重塑 有人去做過這件事 所以我們要定義何謂特色老店 來到這個宣傳傳承的時候 整個團隊我們都不是專業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時候 在我們這個拜訪傳媒之中 第一份就是我們有線了 會上雙方圍繞澳門特色老店、澳門品牌等 相關話題展開交流 澳門友善代表亦分享了 友善於3月至4月為受疫情影響的 中小記推出的廣告優惠計劃 以及廣告與製作等方面的業務現況 雙方還奏未來加深合作等事宜進行討論 最後到訪團隊一行向澳門友善致意紀念品 並與澳門友善電視代表合照留念 現場氣氛融合